这场拼字比赛考验选手的记忆力、抗压力、知识储备力 哈曼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正确拼出评委们给的生辟词 只要拼错一个字母就马上淘汰 只有答对了所有题目才可以得到冠军 这也意味着要想获胜必须得背下剩万个单词 小拉从小就喜欢拼些 每次英语措施都能拿到100分 在学校的拼选会上 她一路通关轻松地拿下冠军 将代表学校参加地区拼字比赛 好友为她开心 但也有喝倒菜的人 这时一个男人站起来 小拉减招拆招 顺利拼出那些严重超纲的单词 小拉拼错了 这个单词源于拉丁语 她没学过拉丁语 根本答不出来 小拉的失误让之前和倒菜的人 更加猖狂起来 面对同学的嘲笑 小拉羞愤地离开了 校长知道 要想赢得区赛 小拉必须要接受专业的训练 于是在她的引荐下 小拉找到了知名的品词教练 而这个人就是昨天出题的男人 一见面 教练就开始了脚测试 这个词也是前几届比赛的冠军词 教练认为 要想成为优秀的拼字者 必须要学会所有的冠军词 以及他们的来源出处 可小拉不这么想 她觉得自己很有天赋 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查找来源上 小拉傲慢的态度 引起了教练的不满 直接把她轰出家门 被赶出来的小拉也很生气 她准备用自己的方法 迎战接下来的去赛 比赛的那天 看到那么多的参赛选手 小拉呀非常的紧张 一紧张 她就集中不了精神 非常容易妄辞 对亏一起参赛的小胖 不停地安慰她 还分享了比赛的技巧 才让她平静下来 比赛也正式地开始了 选手们一个接着一个 上台回答拼字问题 答不上来的人 答错的人立马被淘汰 几轮过后 台上剩下了11个人 可名额只有10个 因为临时改变了比赛规则 答对的人留在晋级区 答错的人留在待定区 待定区的人 有机会争取晋级的名额 等到名额满了之后 比赛终止 失强产生 这时 婴儿的哭声 打破了紧张的氛围 原来是小拉姐姐的孩子 正在哭闹 姐姐只好抱着孩子离开 可这分散了小拉的注意力 她没办法集中精神 拼错了单词 来到了待定区 随着比赛的推进 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名额 只要这个男孩答对 小拉就会被淘汰 虽然可可绊绊的 但她答对了 拿下了最后的名额 就在评委宣布结果的时候 原来 姐姐看见男孩的妈妈 偷偷在下面提示她 这样一来 男孩的成绩作废 小拉只要再拼队一个单词 就可以晋级 小拉成功了 比赛结束后 小庞要请小拉来自己的学校练习 在这里 她遇见了小伦 前两届比赛的亚军 是最有机会夺冠的种子选手 一见面 小伦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小伦的话加上比赛的经历 让小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她再次找到教练 背出了所有冠军词 诚心地向她求学 教练也看出小拉的改变 同意叫她练习了 她指定了严苛的计划 来应对接下来的周赛 教练告诉小拉 大多数生批词 都是由简单的单词衍生而来的 只要把它们拆开 就会变得简单又好记 在训练的过程中 教练发现 小拉在拼字时 总会不自觉地拍着腿 而且很容易被外界干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教练让她一边跳绳 一边背单词 时间长了 无论教练怎么干扰 小拉都可以正确地把单词拼出来 在教练的帮助下 小拉闯进了加州赛的三强 最终和小胖 小伦一起参加全国拼字大赛 这次比赛 小伦对她有了改观 认可了她的实力 小拉也成为了校园里的风云人物 但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全国赛会更加的激烈 教练总结了5000个新词语 让小拉在比赛前全部都背下来 离大赛开始只剩下几个月 留给小拉的时间不多了 她每天都在背单词 家人 朋友 老师 邻居 都在用心地帮助小拉 在大家的努力下 小拉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迎接最后的决赛 很快就到了比赛的那天 全国拼字大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一号选手作弊 十二号选手拼错了 纷纷被淘汰 一阵比拼后 台上剩下了30名选手 比赛越来越激烈 给出的单词译越来越难 淘汰铃声不断响起 小拉也被难住了 她知道这个词 可就是想不起来 看着教练目光 她缓缓地举起双手 用跳绳的方法 拼出了正确的答案 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 场上只剩下五个人了 小胖被梅罗文加王朝难住 只不第五强 其他选手也纷纷淘汰 最终只剩下小拉和小伦 一起争夺决赛的冠军 中场休息时 小拉无意间听见 小伦的爸爸在训斥她的声音 小拉有些动摇 再次上台时 小拉看着严肃的男人 又看了一眼小伦 故意把单词拼错 现在只要小伦拼出这个词 她就是这届的冠军了 可她也故意拼错了 她找到小拉 尽全力比赛 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明白了这一点 小拉也开始用心地打帖 两个人实力相当 你来我往 配合的也十分默契 对于他俩来说 这更像是一场友谊赛 这也是之前从未出现的结果 小伦有惊无险 答对了多余症的偏限 拿下了首个冠军 接着轮到小拉 那正是改变她人生的单词 她自信地拼出来 和小伦一起 赢得了全国大赛的冠军 或许我们最恐惧的 不是自己的无能 而是被低估的可能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